知道來關心 明天要8月份了 有多項心智上路 不少都是跟荷包有關 包括新青年安心成家房貸 還有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同步上路可以同時申請 還有國內行線 全額客運票價全面調降 也讓暑假要出遊的民眾有小確信 另外還要留意的是 8月15號開始 在台北市亂丟垃圾的話 會吃上3600元以上的罰款 還有哪些心智呢 帶您一塊了解 路上通知一想 民眾嘴角也上揚 去年度綜合所得稅 首批退稅7月31號入帳 全國符合首批退稅條件的 約有334萬件 總金額約559億元 迎接著8月又有小確信 民航局公告 國內航線全額客運票價 8月1號起調降 搭機當天可以退差額 另外8月還有多項心智要注意 機票調降的話 可能大家會比較想要到外島 去國內旅遊吧 垃圾要那個啊 在家裡自己處理就好了啊 製造髒亂 這樣很不好 8月1號起 新青年安心成家貸款上路 可以和修繕住宅貸款 利息補貼同時申請 肝癌患者也有新納入 健保給付的療法 預估2000多人受賄 而新冠輕症確診者 自主健康管理也渴望再縮短 另外還要留意8月15號開始 在台北市亂丟垃圾 會吃上3600元起調的罰單 另外POA免洗餐具 8月1號開始 也會在全國八大類場所擴大禁用 如果違規最高會吃上6000元罰款 備品上面的話 我們是沒有用到這樣的物質上 塑膠袋也都合覆罰過 餐飲業者得多留意 檢查店內使用的免洗餐具 是不是標示7號的POA 如果有的話盡快汰換 以免吃上罰單 記者頭宣曾經過台報道